好多了 別讓我進去 好幾名員警上前將男子壓制 呵斥他趴下趴好 男子還是不斷反抗 場面非常混亂 員警抓到機會 立刻將男子上後逮捕 因為他手持瓦斯桶 揚言要引爆 就跑到隔壁去 跑到隔壁去 我更害怕 因為隔壁去做一個妹妹而已 22號晚上10點多 基隆市復興路一間麵店外 就比40多次的男子 關身酒氣赤裸上半身 衝進店裡頭拿著瓦斯桶 就說要開瓦斯引爆 嚇得正又打烊的麵店老闆 倉皇逃離並報警處理 我看他超出去了 我們就要往外面跑了 警銷貨爆 火速到場 原本用辣椒水制服不成 消防隊員隨即用水柱涉水 酒隊男硬身倒地 警銷立刻合力壓制 才順利將他帶回派出所 警力見實際到立即 使用防護型通過劑 並迅速向前 當場將犯嫌逮捕事實 酒後衝進店家鬧事 嚇壞不少民眾 警方將以公共危險罪 將他移送法辦 記者初聽人彭星美 基隆報導